大家好 在家里做呛炒手撕包菜的时候 千万不要滑油 焯水 直接下锅炒 今天我们教大家一个方法 做这手撕包菜 先能脆爽 又入味 而且吃一次就让你忘不了 上桌全家老少都爱吃 喜欢的话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 一圈三连 求个关注 首先 我们把买回这包菜给它一批为二 我们在买包菜的时候一定要选用这种 又硬 又结实的包菜 这种炒出来的口感才更好 我们再把包菜先给它去掉 接下来 我们给它掰开 包菜我们不要用刀切 一定要用手撕 手撕的包菜才更入味 口感更好 包菜撕好之后 把它放入一个干净的大盆中 然后给它加入适量的清水 我们给它淘洗干净 淘洗干净之后 我们给它捞出控水 控水的时候一定给它控干净啊 不然我们在炒制的时候它容易出水 再把从肉边捡回来的五花肉给它剁成肉馅 做好之后 装入碗中备用 然后我们再切点小料 大姜切片 大葱切断 大蒜拍晕 切好之后 装入碗中备用 喜欢吃辣的话 再捡两个干辣椒 这样就可以了 进锅上火 锅中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在家里面我们做 炒手撕包菜的时候 不要滑油 滑油太浪费了 也不要焯水 焯水炒出来的包菜啊 烂糟糟的 很容易出水 按照我们这种方法做出来的手撕包菜啊 脆内双口非常的好吃 油温烧热之后 把洗过的包菜啊 把它放入锅中 我们先去煎炒一下 炒的时候也不要炒的时间太长 炒个9961秒就可以了 炒至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倒出备用 再次进锅上火 锅中加入少许的猪油 不喜欢猪油的话可以加醋油 油烧热之后 我们下入小料 把小料给它煸香 煸香之后 再把我们做好的肉馅给它放进来 喜欢吃的话多放一点 不喜欢吃的话少放一点 把肉馅炒散炒香之后 我们给它淋入少许的啤酒去腥 接下来再把我们炒过的包菜给它倒进来 快速给它翻炒均匀 接下来我们给它调味 5克的蚝油 15克的猪油 3克的味精 2克的鸡精 5克的白糖 不要钱的胡椒粉 来一点 2克的生抽 烧热加好之后 我们给它快速的翻炒均匀 哇 真是太香啊 非常的诱人 出锅之前 我们切着窝边给它淋入 5克的香醋 这样既去腥又显腻 非常的开胃哦 然后再次给它快速的翻炒均匀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出锅装盘 好 我们装入盘中 好 装盘完成 大家看一下 这样做的呛炒手撕包菜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四香味俱全 平常我们在家里面做手撕包菜啊 千万不要直接下锅炒或者是花油搓水 那样都不对 这种做法做出呛炒手撕包菜啊 非常的脆嫩 而且非常的露味 一点都不出水啊 接下来我替大家尝一下 脆嫩爽口 一点都不油腻啊 非常的解馋 真是太好吃了 关键做法也超级的简单 喜欢的话就赶快收藏起来吧 如果你感觉本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请动动你发财的销售 帮忙点赞转发收藏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